大家好 大家午安 新聞抓重點 帶您深入探討時事 來看最近火熱話題 我們也蒐集了很多醫師的觀點 一起來看 首先我們來看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夫妻 想要買價值1.2億豪宅 外界都好奇買得起嗎 他說太太陳佩琪醫師和她都是台大醫學院畢業的 工作30幾年 要買個1億元房子不是很困難的事 坦白講不用裝窮 本來就買得起 住的地方如果賣掉 應該能賣到6000多萬 加上杭州南路舊公寓和新竹農地湊一湊 應該是夠的 他也澄清 看房子只是太太陳佩琪 心裡在想 其實他並沒有同意 說買得起也住不起 把一生積蓄換來 當房奴 划不來 到底買還不買 外界物理看花 畢竟千色藍綠白 政界一陣踏伐是免不了的 但醫師財力買豪宅 真的可以嗎 我們來看到 同樣是台大醫師施批 婦產科醫師施錦中 他就感嘆了 當年主任捐了十幾萬元給柯文哲參選 若是十年前 聽到他要買豪宅 才不會捐錢給他 施批認得很多醫師夫妻黨 尤其在台大醫院工作了一輩子 還沒看到誰有辦法買1億元房子 他也分享之前有聯醫醫師到地堡看房子 沒想到在門口就被攔截 保全聽到職業是醫師 還說這裡的房子 不是你買得起的 電視機前觀眾 如果你就是一位醫師 是不是心有七七焉呢 近期報導 是不是有一點打破了外界刻板印象 原來醫師跟厚亞郎 好像不能夠畫上等號 瓊牆科醫師 蘇一峰 他就說了 醫師薪水根本就不可能買到1億2的房子 就算兩個醫師加起來也非常困難 除非怎麼樣呢 去從政 去經商 或者當側翼網購帶貨賺錢 不然不可能發大財 年初的時候 蘇一峰醫師令一則貼文也說 他曬出他的年終獎金 說笑死了才三萬六千多元含稅 笑著笑著就哭了 媒體說付到流油的醫師 結果年終只有三萬多 話題回到1.2億豪宅 疫情期間相當火紅 而且文筆相當不錯 有拿過獎的精神科醫師沈正南 他就有另外一種看法 他說 哥的同學朋友至少有一打以上 只是一個醫生就買得起了 我的老同學台積電股票有七八十張 二十多年前買的 當時只花了兩百萬元 現在市值總共多少呢 一席話再在顯示 認真研究理財的話 醫師當然能當大富翁 我們再來看看真實世界數據 這次勞動部在2022年的薪資調查統計 發現醫師平均年薪 平均月薪是15.6萬元 年薪是230.2萬元 代表什麼 不吃不喝40年 加上沒有其他理財方式的話 只能存到9200萬元 要負擔一元豪宅 其實是有那麼一點點困難的 我們採訪醫師公會 今年5月15號的記者會 他們就說了 私人企業的主管薪水 可能都會比醫師還要來得高 再看看我們搜集到的國內某家醫院的資料 112年招聘住院醫師月平均薪資 猜猜看哪一科最高呢 內科至少15萬元 外科13萬元 婦產科11萬元 急診醫學科10.7萬元 兒科9.8萬元 其他像是麻醉科 病理科 放射線科 皮膚科等等 分別是7萬多到9萬多元不等 另有年終三節獎金 當然這家醫院可能不能代表全台灣醫院醫師的薪水 但就是參考參考啦 再來看看人力銀行調查 人力銀行調查呢 大學畢業的醫師工作第一年起薪 落在88700元 研究所的話 11萬5 博士的話 13萬8 隨年資累積 薪資也會不斷的提高 7年以上資歷的醫師 大學學歷就有19萬元 研究所25萬 博士則有30萬元 當然要是在醫院裡面 身兼藥職 擔任高層 尤其是私人醫院 薪水恐怕還會更高 最後來看 37歲的心臟血管外科醫師 吳辛黛 之前的帖文 他就分享說 拿到學長2015年的薪資單 提醒是10年前的 讓他流淚了 十拿81717元 還括號說 學長只比我大了一點點 這是臺大醫院年輕 主治醫師的月薪 所以觀眾朋友 大致可以了解 醫師薪水的水平到底在哪裡 當然我們說 醫師工作壓力不小 有的醫師身兼教職或是管理職 有的醫師要職業班 這可能是體力上的消耗而已 但是很多患者常常掛號 掛到100多號 醫師吃飯都沒有時間了 時不時還要來個急診暴力 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折磨 三不五時就會聽到醫師倒下的新聞 那這樣的薪水還值得嗎 還得看看醫師 醫院管理者還有政府 能不能幫醫師多多爭取福利了 以上是這節新聞特報